大家好,欢迎关注汤星剑硬笔出法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火字的写法 火字呢,我们首先先看一下它这两个点 这两个点呢,在凯书当中呢,其实它是一个有呼应关系的点 笔顺呢,其实也是先写这两个点 火字的笔顺先写这两个点 我们看看第一个点呢,点下去之后挑起来 你看这里有像一个箭头一样挑过来 这个箭头的方向呢,就指向你下一笔右边这个撇点的起笔 撇点起笔,顿笔,写个小小的点 然后整个点呢,其实是一个小小的撇 点下去,挑起来,这边顿下去,撇回来 把这种感觉呢,给它找好 我们再来啊,多练一遍这个感觉 并且左边这个点呢,稍微低一点 我们把它写大点啊,撇回来 这边再来一个啊,点下去,挑上来 这边,顿下去,撇回来 你感觉它们之间是有关系的 顿下去,挑上来,连着这边,顿下去,撇回来 好,那现在呢,我们再来观察一下 这个活字,中间它是一个人字吗 那这个撇和纳是一个人字吗 我们现在凭自己的眼睛 把这两个点呢,别看 只看中间这个人字 你会发现,它不是一个好看的人字 什么意思啊,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我们现在在这写一个好看的人字 正常的人字啊 正常的人字呢,是这样的 诶,这样写出来它比较好看 但是如果真的是用这个人字 给它加上两个点的话,我们看 你看这个活字还好不好看 太胖了,它不好看 所以这个人字呢,它是这样的 这个撇呢,比较立起来 并且呢,弯的比较厉害 那这不是这个活字的笔顺 只是演示一下这个人字 我们看这个人字,它应该是个什么感觉 然后下方呢 这是一个比较直的一个纳 诶,你不看两个点 单看中间这个人字,你会发现 它其实是挺难看的一个人字 当这个人字单独被拿出来 显得很难看的时候呢 这个活字才算是写对了 也就是撇和纳呢,它其实不对称的 左边来个调点 右边来个撇点 你看这个就比它明显也好多了 但是呢,它不是按一个标准笔顺写的 看起来还是有点别扭 所以我们把刚才这个要点 带入模仿练习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 左边点下去,调上来 连着右边高一点的一个撇点 中间的这个撇呢,是一个竖弯撇 它是竖下来 然后下面的弯的比较厉害 弯到左边去 然后基本上从这个撇的末端 和竖弯撇相交的地方 也就是从这个点上的写这个纳 这个纳呢,也是比较直 先是一个直着的斜线 然后拐个弯 来一个平着的直线 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个纳 纳就是一个斜着的直线 拼上一根平着的直线 然后慢慢把笔抬起来 尽量拖出一个尖尖来 再把这个动作呢,给它做柔和一点 拐弯拐的慢一点 尖尖拖的明显一点 这个就是纳了 好,我们再来试一遍啊 这个火字 点下去,挑上来 这边一个撇点 好,这是一个弯的比较厉害的撇 这是一个比较直的纳 另外还要注意点呢 就是你看撇的结尾和纳的结尾呢 差不多等高 你看撇的结尾和纳的结尾差不多等高 这样呢,就像两条腿一样啊 让这个字呢,站在地上站得稳稳的 好,现在我们来检查一下 我们看,用眼睛看这个火字的时候呢 不要去看这两个点 想象一下中间这个人字 你看是不是挺别扭的一个人字 当你觉得单看这个人字 觉得比较歪,比较别扭的时候呢 这个火字就写对了 好,那大家记住这些要点 多加练习这个火字 好,同学们,我们下次课再见 好, Yok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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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